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谢绝一切外来的援助 以色列难道不属于一切国家的范围之内的吗 而且当时以色列刚打完第四次中东战争 自己捉襟见肘 怎么可能向中国捐赠一个亿的美金 那个时候不是现在 现在一个亿美金和那时候一个亿的美金 根本就不同制 有人后来特别替这个风牛精这个理解他们 说你们是不是说错了呀 你们是不是说这个汶川打地震呢 是吧 还这么替他们打圆场 汶川地震 以色列向中方捐没捐呢 捐了 捐了什么呢 没捐钱 捐的是救援物资 救援物资 帐篷 水袋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 一共捐了那些物资 咕噜咕噜 值多少钱呢 以色列说值150万美元 150万美元和一个亿美元现金捐给中国 这差哪去了 当然 人家捐我们 甭说捐150万美元的东西 就算一瓶矿泉水从以色列运过来 再也得表示感激不是 对吧 但是那一个亿的美金风油精们传了这么多年 说了差不多开40年了吧 你们自己嘴皮都磨薄了吧 你们还说呢 在哪呢 一个亿美金呢 给点细节呗 那时候 中国和以色列之间 往来通过什么方式把一万一 一亿美金打过来呀 这笔钱打到中国来 问唐山地震的时候怎么用来呀 中国政府什么表态呀 双方总得有个接触吧 有什么备忘录啊 有什么接触的记录啊 有任何官方证明吗 告诉各位 造谣是不需要根据他 风油精们造谣也不要根据 风油精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屁股的需要 他们说以色列的好话 说的肉麻到别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他们就没有任何半点违和感 知道吗 造谣的人就是一群 他们把自己的面子 尊严乃至良心都扔到棚底上去 任意胡来的这么一群人 关于出口技术问题 出口技术问题也是 我以前跟各位讲过 也是这个风油精们喜欢造的谣 什么预警机的问题了 是吧 预警机的问题了 菲尔康我跟各位讲了 菲尔康是给我们了 是给我们了 但是那是美国人同意的 对不对 不但是美国人同意的 而且中国是出了大钱的 以色列要了大价钱 知道吗 每套是2.5亿美元呀 这天价呀 意思 你以为犹太人会吃亏吗 你以为犹太人会吃亏吗 犹太人会吃亏 欧耶尼格良台那本书里 写的是什么呀 犹太人如果会吃亏的话 那犹太人怎么就在 犹太资本控制了美国呀 犹太人如果会吃亏的话 那帮从俄罗斯那边 因为革命而逃到 逃到中国哈尔滨来的那帮犹太人 那帮老毛子 突然间在哈尔滨 占了那么大的市场 并且帮助当时占领中国的日本关东军生产东西 犹太人会吃亏吗 中国一每套2.5亿美元的价格 这个价格直到今天 当年的那批老军工都觉得心痛啊 国家内容拿出外汇 多不容易买了四套佩尔康 预警机 安装在中国从俄罗斯买来的 那个176运输机上 这事我跟各位讲过 但是这件事本质上是谁跟谁谈的 是中国以色列俄罗斯 三方一块共同谈成的 美国是允许了的 以色列是敲了我们竹杠的 俄罗斯是跟我们合作了的 但是大家知道不知道 这事不是以色列帮我们 是以色列涮我们 重重的宰了我们一笔 对吧 后来呢 后来就 隔壁王奶的土话就叫傻混蛋了 搁置了 不干了 单方面终止合同了 哪有这样的 钱收了 协议签了 就算美国是你主子 你也报备了 对不对 中 以 俄 三方签协议了 太太不像样了 所以当时我们的外交部 全发言人 大家知道谁 不是 华春莹 小姑娘 早上是新 新来的 当时那姐叫张启月 知道吧 张启月 张启月 当时回答这个问题 张启月说 国与国之间 达成了协议 达成了谅解 应当恪守 这是国家关系中基本准则 我们希望有关当事国 能够负起责任 拿出令人满意的 令中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那当然 以色列怎么会 以色列钱拿了 以色列钱拿了 什么都是他说的 最后 就扑了了 扑了了 桌子掀了 把你耍了 知道吧 这件事最后是 以色列向中方赔偿3.5亿美元 作为 作为收尾 这事看起来是赔的不少 对吧 当时 当时协议这么签的 协议是签了有法则的 顺便告诉各位 协议这个东西 不管任何协议 如果说你们两个天歌歌蜜姐姐签协议那就没必要 协议是干嘛用的 翻脸用的 谈不论用的 掰了用的 有人耍流氓耍混蛋的时候 拿出来用的 所以按照协议 你就当应当赔这么多吗 对不对 你一套就说了我2.5亿美元 我现在你 你整个 整个你都不讲信用了之后 你一共才赔我3.5亿美元 中国人 中国人从来都是人至义尽的 但是这 这3.5 这2.5亿美元一套 这不是中国人所有的损失 中国所有的最大的损失是 足足耽误了中国五年自主研发的时间 风油精们 你们替我们圆圆场吧 这是事实 你们替我们圆圆 以色列人怎么守信用了 以色列人怎么不贪财了 以色列人是怎么放我们鸽子 涮我们的 以色列毁约的时候 你知道 已经有三套菲尔康预警机系统 制造完毕了 不是说 刚飞过去 12776飞过去了 不是 安装完毕了 知道吗 以色列一转手 以11亿美元的价格 把三架预警机打包给谁了 你猜 再猜 给印 部署了 部署在中印边境线上 用以对付中国 这都是以色列干的事 这件事当然是极大的 极大的基诺的中国人 鼓舞了中国人 激发了中国人自主研发的信心 2006年的时候 中国自己生产了四架空警 2000预警机系统 几年就搞出来了 以色列卖给印度的菲尔康预警机 知道吧 搞笑的是 后来美国媒体报道说 以色列把中国给中国装备的菲尔康预警机 卖给了印度 载了一笔钱 阿三哥呢 皱着眉头 然后呢 为了对付中国 把他放到中印边境 接下来 那预警机 光当 自由陆体运动 坠毁在了中印边境 说起来 这都是笑话 每件事都有大量的细节 不是讲 风油精吗 风油精 你给我们圆一圆 这事怎么圆呢 如果是 做人 做朋友 这个东西你不给我也就算了 你给 在边境上 真跟我们闹对立的印度 你还宰了印度一笔 都什么人呢 真不是 我们河南老夏说 你不是个老实人 嗯 这个人不肿 你不是个老实人 还有一个谣言 就更搞笑了 还有个谣言 就是流传很广了 说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那导游还跟我们讲呢 说我们 当时我们以色 我们犹太人 犹太人受到迫害 然后我们就到中国上海 世界各国都不收留我们 船在哪靠岸 人家都不收留我们 后来是上海人收留了我们 我们在上海 然后呢 那些这个 这个上海人 就给我们空头大饼 给我们空头吃的 然后我们就活下来了 我们感谢上海人民 我们这跟中国人民有意 这都是煽情的话 这都没边 全世界各地导游 中国导游都在那 信口湖边哪 什么你爱听 什么下流就开始湖边什么 在这个流传的很广的谣言当中 说日本人巴结希特勒 甚至曾经策划灭绝在上海的犹太人 所以呢 那个时候两千多犹太人被困在上海某一条里弄里边 上海里弄里边 长达一年的时间 这上海老百姓啊 就同情他们啊 就用扔面饼的方法 接二连三的往里扔面饼啊 所以这些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之后 对中国怎么感恩到中国投资 说的有鼻子有眼 有一个专门到处摘文摘的一个文摘上面 我看还登这种东西 这说法有没有画面感 有 能不能激发读者的 对于以色列人 对这个上海人的好感 因为表扬你们上海人呢 对他表扬中国人呢 激发了中国人的自豪感 说我们中国人这么好啊 上海人扔面饼 两千人 两千人扔面饼 要养活两千人扔面饼 按照每人每天啊 就算最低的 因为没油水 你就算给他一斤面饼 那两千人就要两千斤面饼 一天两千斤 两千斤什么概念 你用墩来计算什么概念 一年呢 这得多少面饼 那时候上海老百姓家里有这么多面饼吗 这个说法有画面感 但是用脑子想一想 两千人一日三餐靠扔面饼 这得消耗多少人力 上海人不干别的事专门偷面饼了 这三天两天 一个月两月也许还可以凑合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事实是谣言 彻头彻尾的谣言 真实的情况是 日本人一度和犹太人打得火热 他们根本就不曾想过迫害犹太人 但是迫于德国的要求 所以把上海的犹太人集中起来 搞了一个名字叫做无国籍难民区 连德国连犹太人名字都不提 真实的情况是 日本人没有限制犹太人在里边搞宗教活动 照样可以戴上你的小瓜皮帽 在里边的念你的犹太经 日本人也没有断绝犹太人的食物来源 期间海外的犹太社区 源源不断的把食物送进来 而不是中国人的往里扔面饼 有没有人扔过面饼 我绝对不怀疑有人扔过 对吧 旗帜面饼啊 小笼包子也没准扔过 上海菜肉馄饨也没准扔过 但是你要说一年当中 叫上海市民扔这个东西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编东西是不是也稍稍有点常识 过个脑子 食物是可能有的 但是呢 不太可能是大规模统一行动 空头就能养活2000犹太人一年之久 至于后来说 为了感恩 二战期间犹太人被全世界驱赶的时候 上海和中国东北东北收留过数万的犹太人 确实客观上起到了雪中送贪的作用 所以犹太人给中国武器中国援助不要钱 你知道吗 编这个东西是为后面服务的 是为了让那些犹太人 子虚无有的帮助中国人 甚至给中国提供先进武器之类的设法 变得合理 但是这个东西立不住啊 没有这回事啊 嗯 真实的情况是 有些犹太人后来去了以色列 他们怎么感恩中国呢 有人呢 拢了拢这个事实 这不是我拢的 我是看网上有人写的 拢了拢事实 说2006年的时候 以色列把武器卖给台湾 成为美国对台军售的中间人 2017年中印动朗对峙之后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 对印度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 以色列作为军火出口大国 主要的出口对象是印度 并且在中印冲突之后 向印度提供最先进的 印度对付中国军队所需要的武器 以色列还这样对付中国 在此之前 印度先以色列武器太贵了 出现过质量问题 想要本国制造 中印冲突发生之后 以色列趁机拿下了 对印度的7.77亿美元的 军火大订单 2020年 中印边境对峙发生之后 以色列趁机把长钉 钉子的钉 钉子精神的钉 长钉 反坦克导弹 还有德比防空导弹 还有巴勒克 巴勒克巴 巴勒克巴 防空导弹都卖给了印度 这对付中国方面 以色列方面 制造的印度人极其需要 而且印度因为要得急 新生产来不及了 以色列的军火商 他们干了件什么事 直接从现有的库索里边 拿出来交付给印度 而不是让印度等他们生产出来 专门为印度定制的武器 这都是以色列干的 以色列驻印度的大使 叫马卡尔当时曾经向印度记者表示说 以色列 我们以色列将满足印度在保卫自身安全方面所有的要求 然后还补充一句 以色列和印度的合作不针对任何国家 以色列人特别常会表达 印度人也是特别会哨 特别能砍 特别能忽悠 这两个人对到一块来 把这事都干完了 然后说 以色列针对印度出口的武器不针对任何国家 但是下面的前台词是 我们向印度出口了大量的战 以色列出口和最大的比重的印度国防军 极需要的针对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需要的武器 我们不针对任何国家 怎么理解 这就是以色列 知道吧 其实大家呢 对这些 你到底针对谁 心知肚明啊 你的武器不就是用来针对中国的吗 当然了 一步排除 还有针对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和印度 那是死敌 从这些事情当中啊 大家仔细想一想 第一 印吹们 他们吹印 印吹们 这个风油精们吹以色列的时候 他们有没有点事实依据 他们是一点也没有的 瞪眼撒谎 第二 所谓以色列对中国是充满感激之情的 他们是怎么感激的 哦呦 原来他们就是这么感激 第三 这类宣传是以色列对中国知识界洗脑的一部分 所以才连篇雷毒 不瞒各位 我第一次去以色列 谁出的钱 以色列啊 为什么找我 没关系啊 无非是因为我经常在网上说一些我想说的东西 不过此前我对以色列 我对中东的事不了解 所以我几乎没谈过 于是以色列祝贺大使馆就挑了我 出行之前把我安排到他们的大使的旁边 说了很多是斯马曼怎么有影响的话 这很像斯马曼挂了之后说的那种话 但是当我从以色列回来之后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 也说了一些我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人的这种欺负 我表示不理解的话 以色列使馆的官员就公开 公开点着斯马南的名字 骂斯马南 这都很失礼的 你是外交官 我是北京的普通的老百姓 而且类似这样的内容 我对这个事情的反驳 你知道的 404 桃之夭夭 不见了 没有了 中国的世界有一部分人被 以色列的一些势力洗脑了 风油精在里面扮演了 极其可耻的角色 他们直到今天 还在非常直白的宣传以色列 说那些不靠谱的话 去年就是2020年的8月19号 耶路撒冷报发了一篇报道 题目就叫做 中国被证明是个反派 我们啥也不欠他们 中国被证明是个反派 我们啥也不欠他们 这耶路撒冷报啊 报道啊 大版 通篮大标题啊 这篇报道完全是在为美国反华政策摇旗呐喊 说中国在数据 信息安全方面已经被证明是个反派 还说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战略资产 跟随美国遏制中国 是以色列的正确选择 12345789等等等等 耶路撒冷邮报 他说什么来头啊 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 以色列传播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所以这篇报道体现的是 以色列的主流观点 当国内一些网友 被谣言蒙在鼓里 以以色列对中国人很感恩 对话很有好的时候 人家说的话是这样的 说中国是被以备证明是反派 而且以色列根本就不欠中国的 这是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隔壁王奶奶说 热脸贴人家冷屁股 你犯得着吗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 正常国家关系就好了 要不要有点正义感呢 为什么要任由风油精 在中国的知识界 在中国的网络上呼风唤雨啊 这当然是个莫大的讽刺 但是时间到了 这期说到这 下去我再跟各位说 更令人啊 送人听闻的事实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